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又有六法 能令为尽贪奈 修观行者 决定正知 何于尽者 又有贪奈 非无贪奈 畏于舍尽乃至法尽 细色其心 一共是十三科 现在是第十二科 为尽贪奈 观行的差别 又有六种法 在这上面来观察就能得到一个消息 令为尽贪奈 修观行者 使令修行人 修质观的人 他的目的 他为什么要修贪奈呢? 他的目的是为尽贪奈 就是为了灭除我 心里面的贪奈心 他修质观的 修质观的时候 修到一个程度 但是灭除去没有灭除贪奈 你自己要加以检查 现在告诉你用这六个法来检查自己 检查的结果就是决定正知 我一直没有犹豫地可以知道 就是真实地知道了 我现在有有贪爱 虽然心里面好像很平静 没有人贪爱的烦恼 但是经过了检查以后 我心里知道自己还是有 非无贪爱 怎么检查法呢? 畏于舍境乃至法境 细舍其心 就是你静坐的时候 你心里面有原念可爱的舍生香味厨法 你在这个可爱的舍生香味厨法上 细舍其心 把这个心的专一地住在那里 就知道有没有贪爱心了 就这么检查自己 看这个疲讯记也念一下 又有六法至细舍其心者 直说修观形的人 要断要修 这个修观形的人 他很欢喜断烦恼 很欢喜修直观的 是这么一个 这个圣道的意愿很强的 又观察作义 随于舍境乃至法境 这个观察作义 就是我们前面有七种作义讲过 了相作义 圣节作义 远离作义 那么就是摄要作义 观察作义 嘉行究竟作义 嘉行究竟国作义 这个修直观的这七种作义 现在这里就是有观察作义 现在这里就是有观察作义 就是因为你常常修这样的直观 这个贪心不动了 不动了是不是就是灭出去了 你 是要经过观察才知道 所以就是观察作义 怎么样观察你 随于舍境乃至法境 一种可爱的镜像作义思维 这样子 于思维的时候要复发起 谁吸尽心 没有修直观的时候 这个心是吸尽于欲的 成了习惯了 就是欢喜这个欲 同时欲也去亲近 现在经过了修行的时候 不是那吸尽于欲了 好像是我没有贪爱心了吧 可是经过检查的时候 又发现自己是要复发起 又发动了老毛病 随顺以前所有的那个习近的心情 以前 取习近心 取就是向哪里去 向哪里去 取这个习近 随顺这个习近心呢 向欲去 向欲那里去 取习近心 这有一段距离的 因为经过了一个时期 这个心和欲有一点距离 距离 现在一检查的时候 还是向哪里去 而且继续向前去 和这个欲相临 就是相近 是临隙进心 是不能注射 这一考察自己 心里面呢 不能弃射这个欲 这个欲的境界 现前的时候 些不能弃射 不能厌回 没有这个厌离心 回刺 呵斥自己 不能这样 不能厌回 致服 唯逆 不能致服自己的欲心 欲心又动起来了 不能致服 还不能违逆自己的欲心 辩知正知 额欲禁者 悠悠贪爱 非误贪爱 欲于舍境乃至法境 细舍心固 就知道了 就知道这么回事 所以是这个 知道不知道 你要自己去检查 就知道了 就知道了 就是这么回事 这样说 你常常用功的修行的因 感觉到 眼耳鼻是深医 心里也很平静 忽眼间有因 回路一下 也不错 回路一下 你这样正是检查的机会 我心动不动 就知道了 有六因缘故 映知猪叶事实可以 这是第四三颗 猪叶可以因缘差别 这个叶是可以依靠的 叶是可以依靠的 但是这里面有差别 分两颗 第一颗是标 又有六个因缘 缘故 映知猪叶事实可以 从这个六个因缘的情况上看 我们就应该明白了 这个叶是最靠得住的事情 非家种姓 事实可以 不是这个家的问题 所以这个人 他是王侯将相的后代 这么一个家 所以他这个种族是贵族 还是这么的 不是这个是可靠的 这个靠不住 不能因为我的父母 我的祖上 有什么特别的朝延的境界 我就有所仗事 这个是不可以仗事的 怎么知道呢 这是标底下解释 为下列种姓 普特嘎罗 第二颗是解释 分两颗 第一颗是举下列的种姓 就是他的父母都是一般人 也没有做个大官 也没有做个皇帝 一般的人 一生不善往逾恶去 他呢也是 就是他要创造了一些罪业 不善业 他将来就要到恶去去 说苦 一生善业 亡于善去 虽然是他这个种姓家族 是平常人 但是他也一样 和别人一样 他要能创造有意义的功德的事情 他将来就到阴天的善去去享受 俯乐 一遇献法 能拨涅槃 他虽然是下列的种姓 但是他要肯修效圣道 修效界定会 修效三十七道品的话 他也可以现在 献法 在现在的生命体里面 就可以得涅槃 就可以能拨涅槃 能入涅槃 就可以得涅槃 就可以成为圣道 可以得阿罗汉国 可以得无圣法言 可以成为大仆圣 这是下列的种姓 是这样子 这是第二课 利贵圣种姓 所以贵圣种姓 三中一二 也是一样 他要是照着罪 他也是到三个道去 他要照着辅业 也就是在阴天里面收落 他要肯修效圣道 也一样得无圣法言 就是从他现在的思想行为 来决定他的命运 而不是说他的父亲是做皇帝 所以他的儿子就决定是怎么好不好 决定 不是 靠自己的思想行为来决定 所以是诸业可以因缘差别 一说六种佛教所应之处 四说七种 这是第七课 第七课是以七法组成一个法门 七种 来介绍佛教的 分两课 第一课是结前正弦 前面这一大段文已经宣说了六种佛法的情况 我们应该知道 这以下就是七种法组成的佛教 这是结前正弦 底下第二课别广宣说有十一课 第一课是圆满泄脱觉知的差别 未有七法能与诸地如实较了圆满泄脱 这是告诉我们的 所以七种法 这七种法一个你能肯努力的学习 能有什么好处你能与诸地如实较了 这一切的圆满泄脱 这一切的圆满泄脱 佛法中说的圆满泄脱 对于这七种法 他能够对诸地 就是识圣地 或者说是识书地和圣义地 他能够如实地 开悟了 那么要是你肯这样做你 你也能与诸地如实较了 也是能这样子 这个如实就是一点错误没有 是圆满泄脱 如实较了 换一句话来说 你就是圆满地得泄脱了 比如说我不是佛教徒 他也能放下了欲 他去深山里面去修修成定 成定我也得泄脱了 世界上的事情 他都能放下了 得到了十成八定了 也泄脱了很多的苦物 但是那个泄脱不圆满 因为他将来还要回来 还要回到欲的世界来受苦的 所以那个泄脱不圆满 要是你从这个七种法来学习 你能够圆满地得泄脱 泄脱了以后就是永久的泄脱了 再不糊涂了 那么这是 如实较了 那是较了了真理 就是圣异地 就是世地 圆满地泄脱了一些苦 一些的货业苦都泄脱了 这底下就说明了什么 这是什么 七法是什么 为辟婆舍挪贫有三 这底下列出这个七法 这七法里面有三法是属于辟不舍挪的 属于观察的智慧 有三种 第一种是窄法 第二是精进 第三是喜 这三法是属于辟不舍挪 这个窄就是观察的智慧 智慧 这个法呢 就在五蕴上观察第一地 你不能直接观察不可以 不能直接去观察第一地不可以 你还在所受想行识上 来观察这个第一地 所以你也不可以远离世虚地去见第一地 不可以 你离开来世虚地不能得第一 不得第一再不得虐凡 所以这个窄法就在你这个深受心法上去见第一地 这叫做窄法 法是第一地 窄是智慧 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法 窄法 二精进 这样的窄法 这样的修止观 修辟不舍挪 你懈怠还是不可以的 要精进 要长期的努力 要放下万缘 专心地修小止观 这样的精进 修辟不舍挪 第三是欢喜 我对这个工作 我做这件事心里很欢喜 很欢喜的 如果是心里不欢喜那不行 不欢喜 勉强的是短时间去做也可以 长期是做不来的 所以自己要有欢喜心 这欢喜 如果你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就生了欢喜心 你把这个欢喜心一直地维持下去就可以 就是可以 这个事情我也有一个道理可讲的就是 你在没有学习佛法的时候 也可能对佛法有点欢喜 不过那就是不决定 就是经过了一个时期的学习 你知道阴生是苦了 阴生是苦这件事很确硬 肯定的阴生是苦 阴生是苦 我不是说是老百姓是苦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庸花富贵就是苦 知道这件事 世界上那些人 那些大智慧人 就是英雄豪杰 豪杰之士 我以天下为己 我要是救世民于水火 耳朵殷玺 但是你还是原来的家风 就是一见一斑的这种 我把你们都打倒了 我做皇帝 我来救世民于水火 这是没有希望的事情 没有这个事情 你要知道 就算是你最初发那一念心是诚实的 结果你还是没有用的 因为怎么知道 你看看历史看看 从古至今哪个人做好了 哪一个成功了 没有一个人做好了 成功了 所以就要知道 庸花富贵那件事实在是糊涂 聪明人的糊涂 可以这么讲 聪明人的糊涂 你要确认这件事是苦 然后学习了佛法 从佛法上帮助你 因此事件是苦 然后知道佛法是圣道 真实能得泄脱 你要能见识到这里 你就生欢喜心了 对 我今天才知道 找到一条路 你就会生欢喜心了 你就会欢喜心 我一点精神也没有浪费 一点时间也没有浪费 我逐渐地就到 每一天向前进 都和光灵相接近 一天一天接近 不生欢喜心吗 你就会生欢喜心了 所以这样子 有摘法和精进和喜 这三法是批不舍诺 摄摩托品 这是指 不可以只是批不舍诺 还要有摄摩托的指才可以 但是这个摄摩托的品 它有三品 三类 一是安 二是山摩地 三是舍 摄摩托这个地方令人欢喜 就是安 有清安乐 清安乐 你常常静坐 成就了未到地定的时候 就开始有清安乐 没成就未到地定之前 这个预解定 你要能相应的时候 它也舒服 身体感觉到清快 舒服 得到未到地定 开始有清安乐 得到四禅 是更不得了 第二是山摩地 就是得了定了 得了定 先一静 安住一静 当然这个未到地定 也可以称之为山摩地 初穿二身 三穿四三 乃至四空定 都可以称为山摩地 山是舍 这个舍是什么 就是形容 你对这种法门成功的相貌 所以我们解释过 心平等性 心正知性 心无功用助性 这三个意义 那叫舍 这三法 这三法是舍摩托 在这三法里面 修那个屁不舍摩 是念通二品 还有第七个法 就是念 这个念 也是通于屁不舍摩 也通于舍摩托的 就是要把这个法门 明明明了了的显现在心里面 不忘 然后你才能用这个方法去修行 你忘了就不行了 你忘了所缘境 这个舍摩托也不能修了 你忘了这个法门 你批不舍托也不能修了 所以一定要有念 这七法要是修足了的话 能与诸地如实交流 还能够圆满地卸脱 圆满地得卸脱 当然这是 就是又出国乃至到阿罗汉国 都可以成就了 又有根故 果故 解脱故 是建立其中 普特嘎罗 这是第二科 第二科是 第二科是 普特嘎罗 根果等别 也是不一样 根不同 果也不同 解脱也不同 有这么多差别 分两科 第一科是 标 是 又有根故 前面说 修这个就是 三十七道品里面的七觉知 这个是说一个总相 其实里面还是有差别的 什么差别呢 有根 根还是不一样 这个果也不一样 你得到的果也不一样 你得到的卸脱也不一样 从这三方面观察它的差别 有这三方面不同的关系 所以就建立了七种布特嘎罗 有七种圣银 可以这么说 七贤七圣 有七种银 这是标 底下 第二科是解释 解释分三科 第一科 第一科是由根建立 于相道中 以顿根立根固 建立随性随法性 这是第一科 由根建立 建立这两种人 于相道中 看这个 这个在大批菩萨论上 有解释得很详细 这种银 实在是已经见底了 它由四第一 第一 一刹多间 如与苦法治淫 苦法治淫 苦法治淫 即法治淫 即法治 就是一刹多间 这个无分别治就出现了 就见到真理了 见到真理了 但是它还继续向前进 就是向道 向于道 但是这个道还没圆满 它继续要向前进 就是向道 既然见到了 它就是圣瘾 这是圣瘾了 这说一切有部这个说法 这个出国向 是圣瘾 出国向是圣瘾 你看它这个说法 是这样的说法 它不说 这个南定影四第一是出国向 它不那么说 而是说一念相应 见到真理了 这时候才是出国向 一共是十六刹诺 这是前十五刹诺说 第一刹诺就是见到了 一刹诺一刹 但时间很快 这就是向道中 向前进 向前进 这一刹诺一刹 以顿根立根故建立随心随法性 以这个顿根 就是它的根性 持顿一点 就是它的根性持顿一点 它这个信尽念定会 这个根都是持顿 不是那么敏 敏解 但是其中 根还是以慧为最重要 就是这个慧 持顿一点 不是那么深刻灵敏 其他的根也不是那么特别的那么好 就是信尽念定会 叫做根 而这个根它栽培的不是那么圆满 所以持顿一点 这就是顿根 立根就是栽培的好 这个智慧高 信尽念定会 都是好 都是很好的 这样的情形 有这样的根的不同 是建立随心随法性 就是安立有随心心的圣音 和随法性的圣音 就是出过相 就是相出而去了 这样的 这个随心心 这个信 就是这个顿根的人 他信心特别多 信心多 欢喜修止 这声音 欢喜修止 欢喜修止 这关系 根性不是那么利 就是你告诉他 你叫他这么的 他就这么的 听你招呼 他的师长说是 你去住毛旁去 就住毛旁去 你为大人生做事 就为大人生做事 你去送这个修多罗 就送修多罗 他不是说我要想一想 我愿意做我就做 不愿意做我就不做 他不 他就听老师的话 这是随心心 这个随法性 不是他的智慧很高 你叫我做什么 我要想一想 我要做可以做 我就听你做 不可以做 我不听你的话的 这是随法性 随法性 这种人也是听清尽善知识 听闻正法 如理做意 随法性也是这样子 但是自己用功去 时间特别多 听别人讲解的时间少 随心心是听老师讲解的时间多 多数是听老师来讲解 这样子来明白佛法的 随法性不是 随法性也听 也是晋善知听闻正法 但是比较少 他自己去观察示威 而能误生到 在这个地方有点差别 这是随心心随法性 是相出国 两个都是圣言 这是相出国 这是两个 两个人 于果道中 祭此二中 明信圣节见到 这是第二个 由果见利 就是得了出国了 这个信圣节和见到 也叫信节 也叫见智 这个名字 这两个人就是出国了 这是十六刹道圆满了 十六刹道圆满了 已经得出国了 这出国以后 当然继续修行 就是向二国去 就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已经得国了 在国道中还继续努力修行的人 在这个地方有两种差别 什么呢 就是明信圣节 祭此二种 这个话怎么讲 祭此前面的随心心随法性 这两种 在国道中就换了名字了 叫做信圣节 叫做见到 就是那个随心心的人 他这个时候叫做信圣节 就是他得出国了 得出国的圣道了 还是以信为先而得圣道 所以叫做信圣节 这个见到呢 就是那个随法性 因见而到 其实也就是因为他的智慧 他自己的智慧 而到了出国了 由见而到 那个是由信而得圣节 还是和以前的关系啊 是一样的 不过这是这么说 在这个大批菩萨论也说到 有转变 这个随心心 信圣节这种人 也可以转变成法性人 也可以转变成见到 也能转变的 那也情形也不同 是定随心心 是定障卸脱 非烦恼障卸脱故 建立深圳 这前面有四个人 四位圣人了 所以这底下 那么第三 由陈三 由卸脱建立 是定障卸脱 非烦恼障卸脱故 这个烦恼障 这个爱见的烦恼啊 障碍我们得卸脱 我们卸脱这个 一切的货业苦的烦恼 得了圣道能卸脱 但你这个烦恼 障碍你得卸脱 这是烦恼障卸脱 这是烦恼障卸脱 另外你定障 定的障 它也障碍你的卸脱 就是令你不能得定 这样子 现在这里是说 你定的障是卸脱了 定的障是什么 那你常常静坐你就知道 反正不是吊菊 就是昏尘 就是障碍你 这个烦恼你卸脱了 我不静坐了 这就是这些烦恼法 是障碍 障碍你 实在 根本的说就是无明 这些无明法障碍你 定障 这些障碍卸脱了 非烦恼障 这烦恼障还在 没得卸脱 是这个烦恼 这个是指什么说的 就是拔卸脱 它得到了拔卸脱 拔卸脱最后一个卸脱 是什么 是灭受想定卸脱 也是很高的境界 那就是三果圣言了 在小乘佛法里面 灭受想定要到三果圣言 要无所有处定的欲 灭除了才可以 那么这个人 他定的障碍卸脱了 也就是得了九次的定 得了九次的定 这个时候 他还不是阿罗汉 这个烦恼障 还有余 所以烦恼障 没有完全卸脱 定障也是卸脱的 那么这个人呢 就是三果圣言 名字为一叫做 深圳 建立深圳 这个深圳是怎么说 就是单独指灭受想定说的 灭受想定 这个灭受想定怎么叫做深圳 灭受想定是心没有了 心灭了 这个第六识灭了 所以灭受想定是无心定 二无心定 无想定 灭尽定 没有心 不是心正 而是它是身体来正这个灭尽定的 所以叫做深圳 这么意思 建立深圳 这是三果圣言 烦恼障卸脱 灭定障卸脱 建立灭卸脱 这个修行音的善根不一样 这个努力的情况也不一样 善根不同 就是过去生中栽培的不一样 人家说背景就是这句话 过去的情况不一样 虽然大家都是佛教徒 但是努力的结果都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现在得圣道的情况也是不同 所以烦恼障是卸脱了 非定障卸脱 他没有得九字的定 他没有得八卸脱 他没有得灭尽定 这个定的障还有 是建立灭卸脱 那么这个人 名字为灭卸脱 就是由慧 卸脱了烦恼障 但是没有卸脱定障 得阿鲁汉国的这个人 烦恼障卸脱了 三界的烦恼都卸脱了 得阿鲁汉国 但是没得灭尽定 这个经上说 这个定障是属于所知障 属于所知障里面 所以这个烦恼障 断了 还没得那个定 还没得灭尽定 这样子 是定障 烦恼障 是聚卸脱 购物建立聚分卸脱 这两个障都卸脱了 所以叫做聚卸脱 这个一共是有七种 加起来有七种不得嘎脱 这样是 就是根有两种不得嘎脱 果也有两种不得嘎脱 在这卸脱里边 定障卸脱 是一个深 烦恼障没卸脱 建立深圳 烦恼障卸脱了 定障还没卸脱 会卸脱 两种障都卸脱 就变成聚卸脱 所以卸脱那些地方有三个圣音 根故有两个 国有两个 讲起来 有七个 七位 不是卸脱 是七圣 七种圣音的不同 有三一元七种行故 令修行者心得内定 心正一元 这是第三个 有三一元 有三一元 修定性的差别 也是不一样 前面这个七种 第一个 有圆满卸脱 角质差别 这个七觉知还可以这样解释 其实这没有解释 这底下这个 三一元七种行故 这就是八正道 这八正道又不同的解释 令修行的人心得内定 你这七种行要是修圆满了的话 你心里面就能够内定 心正一元 这个内定怎么讲呢 就是心正一元 这个正是什么呢 正就是苦积灭道灭地的境界 就是法性的真理 这个法性真理是你心的唯一的一个所缘境 一个安住的境界 安住在法性上 那叫做内定 心的内定 心正一元 这个心呢 就安住在法性上 立一些象 无分别注 就得了定 这个定呢 八正道里面最后那个定 正定 不是世间定 就是初世间定 包括四三八定在内定 这样说你 就是七种元 就是八正道的前七个是因 最后正定是个果 有前面 七种形的就是三种因缘 有三种因缘呢 实力修行音最后成功了 得了圣道了 这样意思 为取入安住奢受因缘 这是前面是第一是标 这第二个是解释 解释分两个 第一个是列善因缘 这三种因缘 七种形故 令修行者 心的内定 心正一元 这三种因缘是什么 为取入的因缘 安住的因缘 摄受的因缘 这三种 这三种不同 这是列出来三种因缘 列出来 这下面第二个是配七种形 这是三种因缘和这七种形 配合起来 也就是等于是解释怎么叫做三种因缘 所以要世间正见 聊之定有实语等形 既此为依 聊之具家排斋 具家陈焉等形 除离所言正实为 名取入因缘 所以解释这个取入因缘 要世间正见 这个正见有正确的思想 这句话你有世间的正见 有出世间的正见 现在是说世间的正见 出世间的正见 那是无漏无分别的智慧 叫做正见 现在这里是世间人的正见 就是没有入圣道的人 学习佛法的人 他有世间的正见 世间的正见是什么呢 聊之定有实语等形 就是他明白 这个世界上是决定 是有因果的道理的 有施语的这种因果 你要不施就能得大富 施语 这个等就是赐戒 你要能够赐戒 你就能够得到尊贵身 得到阴天的这种果报 而不会到善恶道去的 行等形还有施戒修 你要能放下欲 而能修下禅定 你就升到舍戒天 无舍戒天去聊 是聊之定有实语等形 决定知道这回事 相信因果的道理 这样子 那么这些是世界的正见 只能有现实 也有来生 有凡夫 生死的凡夫 还有圣人 相信三个国 那么这就是世界的正见 既此为一 既此为一 前面这是说正见 你要具足这个条件 这是正见 既此为一 此正见 为一指 为一指 这时候 有进一步 有不同的印识 是什么呢 聊之居家拍摘 这个意思 前面是师 有师 戒修 这种印识 然后就进一步 会知道居家拍摘 我在家里面 在家里面生活 这个拍摘 就是这个空间很狭窄 就是为欲所困 而不是广大 无边的自由的境界 为这拍摘 居家沉眼 你在家的时候 就是这个欲 使令你无言不清净 这些事情 这个沉言误的情形 和排摘的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叫等星 其实也就是 或者在社会上 要做点事 做事情 那也是掩误 也是排摘 中原是在家的时候 这个情形 就是令人苦恼 因为感觉到苦恼的关系 就是出离 所以正思维 名去如 这个八正道 第一个是正见 第二个是正思维 所以正思维 你就感觉到什么是正思维 就是感觉到居家排摘 居家沉眼等 就是要了正思维 我要卸脱这个欲 卸脱这个欲 要出离 要出离 从这个欲要出离 要出离 有这样的正 由处离心 就是引出来正思维 也可以说 由正思维 就是引出来处离心 就是要出家 就是要出家 明取入因缘 就是从家来到飞家 就是出家了 这样意思 好 那么这是叫做取入因缘 这个取入 就是进入 就是 也同时是取入 要在飞家这方面是取入 要在家那方面 那就是出离 所以这个取入就是出离 出离就是取入 这是正见正思维 这叫做取入因缘 如果说是从那个目的来说 是取入于圣道正定 取入于正定的因缘 这是一开始要这样 要有这个出离心 好 既取入于受持正与正业正命 命安住因缘 好 这是第二个安住因缘 既然处理了这个烦恼的家 处理了这个屋檐的家 这个排宅的家 就是来到飞家 来到这个佛法的地方来以后 你受持正与正业正命 就是戒 正与正业正命就是戒 那么这个受持戒 这叫做安住因缘 这个正与正业正命这个地方 安住因缘 当然也包括这个七十在内 隐私 一十五在内 所以除了家 也还是能够安住 这个身心能得到安住 得到安住 是于取入因缘 安住因缘 即后方便作依 随行中 所有正经 今正念 明摄受因缘 这是说第三个 是摄受因缘 欲取入因缘 安住因缘 所以这个人呢 他成就了取入的因缘 也成就了安住的因缘 这样子以后 还有我 即后方便作依 这是第三个 第三个摄受因缘 这个方便作依是什么 就是修止观了 就是修止观 离开了家以后 来到非家 能够现实能持戒 有戒得保护我 来修止观 就是方便作依 修这个屁不舍诺 和舍木头 这样来警角自己的心 令心清净 随行中 你实实地 这样修小止观 随行中 所有正经 今正念 明摄受也 你这个随行中修小止观 那就是要精进 就是八正道里面的精进 和正念 摄摩托也要正念 是 披不舍诺也要正念 摄摩托 披不舍诺都要精进 这样子 这样子 你去努力 叫做奢寿因缘 这个奢寿怎么讲呢 奢寿啊 要明白一点说呢 就是一点一点的积极 一点一点的积极啊 积极的积极的积极 我今天也静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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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这样修止观 你这个止观的 止的力量要增长 观的力量要增长 一点一点的增长 增长你的圣道 增长你的道力 那叫做奢寿 那叫做奢寿 也可以是当个积极的意思 一点一点的积极 这样子 最后我们成功就得到圣定量 得到镇定量 那么把这个拔正道 你用三种因缘 七种形固 这样的解释 分成三种因缘 一个是取入的因缘 一个是安住的因缘 一个是奢寿的因缘 这个安住的因缘 说是戒 那是把这个身安住了 可以这么讲 然后用这个 舍木托皮肤舍诺的预切形 来安住其心 也是安住 但是你继续的努力 就有进步 那就名为奢寿因缘 加起来 三种因缘 七种形固 令修行者心的内定 心正一缘 这样一次 批语训计可以读一下 又三云缘七种形固等者 八道之中正定为后 最后这个正定是后 正定在后 前者七道之你为三云缘 能正比定 由这三云缘呢 那你就成就了那个正定了 事故始终建立七种 七种不同 是三因缘者 一是取入因缘 二是安住因缘 三是舍受因缘 七种行者 你为继正见正实为 这是取入因缘 正于正业正命是安住因缘 正经济正念 此七那就是舍受因缘 此七种行 于德正定为三云缘 如文可知 于舍受因缘中 当之正经济正念便一切未 这个正经济和正念是便一切未的 那个取入安住都有正经济的 从其最初圣善法欲出家受戒 乃至修习搞物欲戒 皆便随行故 这个地方是最说出的一个圣善法欲 这句话说出来 从其从那个人最初发心有圣善法欲 这句话怎么讲 就是最初发心要出家的时候 想要得圣道 圣道是圣善法 你想得圣道就是欲 圣善法欲 所以应该说是 你用什么要出家 应该说为圣善法欲 为这件事出家的 我想要得圣善法 想要得圣道 你要有这个欲 就可以出家了 我感觉到圣善是苦 光是有怨离心 但是并没有圣善法欲 还有点不足 还是不足 还是不足的 当然这个圣善是那样 可以逐渐的栽培 圣善法欲会出来 如果医治的栽培 圣善法欲还不出来 那他可能会回头 没什么意思 所以有这个问题 最初的时候 他有圣善法欲 所以他才出家 这个是最高明的境界 生欢喜心 所以弃捨了这个烦恼的家 出了家以后 就守戒 正欲正业正名 乃至休息 搞无异戒 不要老是睡觉 搞无异戒就是 要警告自己 应该去吃饭 饭都不吃了 要去睡觉 实在这个事情 我也明白这件事 因为有这种习惯 不睡不行 不舒服 我睡的时候就感觉到 感觉到 很多心老是不安 我还有一个 你睡觉越少 越感觉 睡觉越好 还有我睡五分钟都好 是这样 这是 但是这两个 《欲学时代论》里面 可是说要 教无异戒 和《仪教经》一样 初夜后夜 不要睡觉 就是中夜休息 这样子修着教育一些 《仪教经》 《仪教经》 转正 这个道理 转转正正 转上是殊胜 前面这个胜也是殊胜 正正还是殊胜 上也是殊胜 还是辗转殊胜的意思 或者正是多的意思 上是更殊胜的意思 转后后转胜 就是有了 就快有点进步 转正是多起来了 或者是转正是奢摩托 进步了 转上你是屁不胜 那也进步了 或者这么说也可以 结为正经济念 知所射受 这是因为你精进了 有正念的话 才能有这样的成就 事故名为射受因缘 执中方便作义 是什么意思呢 未及欲窃作义 就是修止观的意思 这个八正道和七觉知 还可以这样不同的解释的 幼主事件要求财者 为得乐固 这底下第四颗 事所为得的圣财乐固的差别 上颗第一颗是标 幼主事件落求财者 事件要求财者也可以 所以世界上的人呢 就是欢喜 求这个财富 求这件事 不管做哪一行 都是要想到得到财富 那么得到财富有什么好处呢 就得到安乐了 生活的更美满 所以就是得乐固 人你多数是忘记了啊 我们得乐呢 是滋养这个身体 得到外边的财 然后来滋养这个身体 得到一些乐 一次住上得到乐 生乐呢 心也就随时生欢喜 这只是一种乐 另外你这个内心本身呢 应该有功德庄严 也是一种乐 但是世界人就忘记了这件事 这恐梦知道你 多少还注意了思想上的问题 注意思想的问题 现在的人似乎好像忘记了 只是求财富 然后由财富得到乐 而没有从道德上得到乐 因此应该两种乐 一个财富的乐 一个是道德的乐 应该注意这两种 但世界人只注意这一种 诱诱世间要求财者为得乐 虽若积极一切凡财 而未能得其一种圣财所生之乐 这是这个问题 世间人他们欢喜 努力的积极 很多很多的世间的财富 这努力的求财富 也不能说不对 因为很多的福报不够的人 因为你的福报大 大家都可以有生活 都有职业 都可以就业了 大家都可以得到财富 也是好 也不能说不对 而未能得其一种圣财所生之乐 但是其一种圣财的快乐也没得到 这是一个缺点 这是一个缺点 是一个遗憾 这是标 这底下列出来 七处圣财是什么呢 为于信居行清净之路 这第一个是信财 信财呢 这个信呢 也是应该是学习了佛法以后 学习佛法以后 你有一个向来没有的 因为学习佛法以后 建立了一个新的方向 还有一个大光明的世界 这个是我的安身立命的地方 我应该到这个地方来 到这个世界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清净庄严的世界 不是世界上 这个贪真实的无言的地方 所以叫做清净 这是清净的地方 这个清净的是我一个目标 是我所求的 是我所要的 所以叫做净 这个信呢 我从学习了佛法以后 我有这样的信心 我相信这件事是真实的不虚的 相信 我也相信我能成就 这也叫做信 这个信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我相信有这件事 有先生之道 有佛佛是这个世界 这个清净 初世间的 这个清净庄严的 这个 灭道的这个世界 我相信有这件事 我也相信我也能成就 这样才叫做信 这样子 这个信 于信居行 清净之路 你要有这样的信的时候 你心里可就快落了 假设我们要是 看看今天的世界 世界上这些英雄 不管是做哪一行的 都有英雄 都有豪杰 豪杰之士 古代的也是一样 也都有英雄 豪杰之士 你看这些人 用古代的事情 来看现在的事情 我看就完全明白了 完全明白 都是苦恼的事情 顶多你有五十年的活动 假设你没失败 就是五十年吧 就是五十年成功了 你三十年四十年 你打天下 你成功了 你都活到一百岁 那么你还有六十年的快乐 顶多就是这样吧 但是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合法 有的时候非法 所以造成一些不公平的事情 造成了一些纠纷 但是你的威德大 镇压着在那里 等到你的倒霉的时候 就出来了 就是这样 所以从幽谷至今 幽谷见今 这可以知道都是苦恼境界 前头都是黑暗的 听闻了佛法 这是大光明的时候 你心里就唤醒 我还有希望 我有希望 这些都是苦恼的事情 我不会被这个 这个聪明人的设一些圈套 我封你做国务总理 这说什么的 不会是中那个计 那就是设一个陷阱 叫你往里跳 大家没有这个世界上 没有政府还是不行 大家要是向华安师 你真是为人面部 那也是好事 也是不受到 但是多数搞不好 就是问题 你不是圣人的 你心里有烦恼 这事情搞不好 我这解释这个信与静 这个清静 静信 这句话很难讲 静信 我现在就是这样讲 这个静是信的一个目标 你这样信 你这个信叫做静信 静信的意思 这个信当然是有智慧出来的 就通达了佛法以后 也就是通达了苦地灭道以后 世界上有什么 世界上就是苦和鸡 另外没有什么 出世间就是灭道 这是清静庄严的世界 我相信这件事了 我就要放弃世间的苦鸡 要追求出世间的灭道 这心情快乐 就是这样的意思 信于信居心清静之乐 你还没成功呢 就已经有快乐了 信于信居心清静之乐 这个乐和那个信同时存在的 信于居心 把这段文讲完 生于善取所起之乐 这是戒 七圣财是第二个是戒的财富 这些财富是什么 生于善取所起之乐 我持戒 我不犯戒 杀到焉忘 所有的戒 中戒 清戒等吃 心里就快乐 我将来一定是安落的 不会到三个道去 我一定在善取里面受国报 那么心情就快乐了 是生于善取所起之乐 故之妙好 不行诸 无有罪毁 说生之乐 这是惭愧 这个惭 惭是什么呢 故之妙好 这个故 就是照顾 也就是爱 我欢喜 故也就是欢喜 我欢喜 我是能得到妙好的果报 我的生命总是清净自在 没有这些苦恼的事情 我希望我这样子 我欢喜我这样子 那这样子 在佛法的因果的道理来说 就不可以做恶事 不行诸恶 不做恶事 我为了我自己的生命 安落自在 我不要去做恶事 那我也就不做恶事 这样子 无有罪回一所生之乐 那就不会再流泪了 你要做恶事 当初佛不是告诉我 要有惭愧心不要做恶 但是我做恶了 所以现在得了恶果报 那就后悔了 后悔也来不及 这果报来了 就把你困住了 没有办法 所以看这下雨下了很多 老鼠在地洞里头住 等到天不下雨了 老鼠从洞里面出来 走路的时候 歪歪扭扭地转 我一看我这转三位想 以前得罪得罪得罪果报 没办法泄脱 非要那个业结束了 这果报再停下来 就困了 为苦所困 为业一熟果报所困 没办法泄脱 后悔后悔没办法 没有用 等到这次的果报结束 来到云里面 就忘了 还继续有放异 你看这个事情苦了 真是苦了 所以现在这个人有忏愧心 有忏羞之心 固执 为了自己不要受苦的国报 不要做诸恶事 结果你将来不会有后悔的这种事情 我后悔这是一种快乐 这意思 故他非悔 不行诸恶 我又追悔说声之 故他非悔 心里面 顾虑 我要做错误事情 别人会说我坏话 说我坏话心里很苦恼 我怕别人非悔我 我不要做恶事 不要做恶事 也就没有人非悔我了 所以我也没有后悔的这种事情 这种事情 我要做错误事情 别人说我坏话 名誉不好了 说你后悔了 又后悔了 现在我不做错事 我没有后悔的这件事 心情快乐 这个意思 于法于意正结居心 说声之路 这是信 这是文 多文 多文佛法 这个多文也包括自己阅读 多文佛法 在佛法里面都得学习 于法于意正结居心 说声之路 对于这个法 就是各式各样的法门 这个意法门里面的道理 你都能够正结 没有颠道结 正结居心之路 你能正结 同时你就有快乐 如果说我看这也看不懂 看那也看不懂 那么你的文不够 文的音乐不够 就没有这个快乐 你能多文呢 你就有这个快乐 我一看佛法听得懂 天天有新闻 心情快乐 这个事我不懂 不懂心里面有点不舒服 懂了心情快乐 这也是可以说是法喜 这个新闻呢 我以前说过呀 不是说 没有听过 不是这个意思 听是听过了 懂得少少的 还有意思不懂 诸法至一切法无恶 他称于人 此不说圣前不说说的功德 这无恶我最初听到讲了 是懂不懂的 等到后来再听到 进一步的理解 再听到又有一步新的解释 这叫做新闻 即使你智慧不断的增长 你就有不同的智慧 又进步又进步 这就生出快乐来 于法于意正结居心 说圣之乐 这是闻所生乐 后世之才无所匮乏 说圣之乐 这是思 不是 我有钱呢 那么别人有什么困难呢 我就随便拿出来 帮助别人解决困难 你要能这样做 你将来啊 你将来生的时候 你的财富无所匮乏 你要用钱就来了 不缺钱 你看那时候也很快乐 就是很快乐 如果你吝啬 吝啬就不对了 就差 就是没有这个快乐了 说于圣意的如是有所生之乐 这是慧 这是最后的这个乐 与圣意的前面文所生慧 文 那还是在文字上的事情 现在是与圣意的是离言所向的 你能如实搅悟就只得圣道了 圣道这时候 这是决定圣的境界 那是圣意的境界了 那是最殊胜的涅槃落了 你的成就了 但这个里面更是包裹很多事情了 那么这是有七种乐 这是列出来的 这么多的乐 这么多的乐 是无量无边的 无罪之乐 没有过失的乐 特别多 而这种乐 你越受用它越多 文也是有 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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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寂 懒 文 舍 慧 eses 你越受用越多 越消息越多 越修行它越多 财富越多 能从今世带到后世去 世间所求的财富 你求的很多 你带不到后世去 你一毫钱也带不去 但是又胜财 也不是胜财能带到后世去 而且是越来越多 所以是无量 无边 无罪之路 没有过失的这种路 要求积极世间财者 不通思想的人 他们的欢喜 去寻求积极世间的财富 世间的这些财富 欢喜做那个事 接所谓的七圣财 他们都没有得到 没有得到这个财 唯得献法之才无愧所生 有罪妄想之路 他们是得到什么路 就是得献法 只是得到现在 现在这时候 身里面有很多的动产不动产 他的生活可能是 从财富这方面得到的路 他是无所缺乏 无愧不愧法 但是他求财的时候 多数是有过失 造了很多罪的 造了很多罪 而因财会得到其他的事情 这些事情又有复杂的问题 又衍生出了很多的罪过 因为这些事情又生出了种种的妄想 这妄想里又有很多的罪过 就这么多的妄想的罪过里边呢 有一点支财的落 而这个支财的落又引起了很多的罪过 世界就是这样子 世界的财 被了很多的辛苦 实在是为自己制造了很多的苦劳 还不教悟 还是不教悟的 这个事情是那样 福射 大慈悲 开示我们这样的道理 我们要想 你是信心音 你就相信 是这样就好 但是你还是可以采取法性的道路 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子 想一想 视为 静坐就可以视为 感谢观看